鸟为什么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? 电线附近都有止步高压危险的标识, 但是小鸟站在电线上却没有事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小鸟在电线上不会触电,是因为没有电流流过其身体。 电流流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, 一是有电压,二是必须有回路, 而鸟儿站在电线上只存在电压,但是没有回路,所以不会触电。 但是如果站在电线上的鸟在不绝缘的电杆或架上磨嘴巴, 或者鸟儿的身体同时接触到两根电线, 就会有电流从鸟儿身上流过,使它触电身亡。 正因为如此,人们在高压输电线上总是隔着一个长长的绝缘磁瓶, 它既可起到保护鸟类免遭触电的作用, 又可避免由于鸟类触电而发生的停电事故。